大家好,我是欣岳 今天用一个呆萌又可爱的小土豆 给大家分享一个新吃法 做法简单、磕磕磕磕的 特别的有嚼劲 下面开始吧 先把土豆的外皮去掉 把黑斑也去掉 去皮的土豆切成厚厚的薄片 放入盘中 冷水放入锅中 盖上盖子开大火蒸熟 土豆蒸到用筷子一插就透 就说明蒸熟了 趁热压成土豆泥 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打入一颗鸡蛋 先搅和均匀 分次加入木薯淀粉 也可以加入土豆淀粉 先搅和成面絮状 清洗干净小手揉出面团 先在盆中揉成一个光滑不粘手的面团 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再来调一个料汁 盆中加入60克的番茄酱 10克白醋 10克生抽 10克米醋 50克的糖粉 再加一勺食盐 加入120克的清水 搅拌化开 搅匀以后加入3克的木薯淀粉 搅和均匀 双手抹油 就一小块 揉圆 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放入盘中 全部做好 放入盘中 用最可爱的手指压出造型 烧半锅水 水开以后下入我们的土豆窝窝 顺时针推动一下防止粘连 盖上盖子开大火煮开 煮开以后可以看到土豆窝窝已经全部飘起来了 捞出来放入冷水中锅一下凉水 另起锅加油 把调好的料汁倒进来 加入一把黑黑的白芝麻 用文明火熬至粘稠 两分钟以后像这个样子 爆土豆窝窝加进来 快速地搅和均匀就可以了 出锅盛入盘中 撒上一把小葱花 再撒上一把的白芝麻 土豆这样做Q弹好吃 用来招待亲朋好友也是不如面子 做法简单 好吃又下饭 入口软度Q弹又嚼劲 特别的好吃 喜欢你也试试吧 我是金月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